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七年當金山拍的 我們現在看它是古典 它在那個時候是前衛吧 你相信那個老先生會拍照的東西嗎 這個方面 現在放出來都不會覺得奇怪 1933年 那個時代的時代性 比我們現在可能想像的還要強 還要前衛一點 拍的影像風格 它跟當時在西方的拍的照片 其實還蠻接近 比我們想像中近很多 我本來是個拍照的人 為什麼會做攝影師 想知道二十世紀初期 這些攝影者跟攝影師是怎樣的關係 在做什麼事情 雖然它是印刷片 但是它還有人的痕跡在上面 封面還有寫字 送給誰送給誰 這些人都是在這個攝影師上裡面的人 魂紗 這個就是年代比較早 這230年代 19230年代 這張是他跟他的好朋友 這是民國初年 就民國剛成立的時候的相館的樣子 你看到它照相館 他們會考慮到那個時代就很講究心 你看世界重新 這個照片年代是1880年左右 那現在離現在多少 一百三四十年了 真的人啊 現在都變鬼了 照相館裡面 他們展示他們要賣的照片 這是模特 照片裡面還有照片 發明越來越厲害 像乾燥相一樣 它不斷的老化 我剛拿到的時候沒有這麼多 我們台灣太潮濕了 我們出個大量的原始資料的圖片 基本上你已經不用飛那麼多大的氣 可以看到我很多 在各個圖書館裡面 檔案室裡面能找到的原始資料 這些資料 你現在找到原件 你要見到原件現在太困難了 我知道我每翻一次的時候 它可能就 它說命快速的減少一次 所以 我作為一個 這個領域研究者 我希望更多人去看這個東西 這是我能做的事情 我把這資料直接就給你了 在那個書裡面看到的檔案 原先我翻拍是像這個樣子 現在這些都進到硬碟了 當時還有中國國產的巷子 那邊編輯的時候 就是這些資料就轉給他們 開車這個事情 在車窗上看得好像在拍照一樣 開窗看出去 就是不斷在拍照 把我做的東西都放在攝影上面 這是我對攝影的熱愛 在暗房對一個影像工作者 攝影工作者來講 這是一個 你會產生謬視的地方 等一下你之後 進這個旋轉門 它是Studio 就是一個 做Studio R-0的Studio 我們當初會迷上攝影 不是因為這樣什麼 你把東西抓下來 它變成是一張照片 這個物件 這個洗好了就丟出去了 它就滑到另外一邊去了 我相信在時代的改變裡面 不同世代的 它跟攝影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看的影像就這樣出來 那我們就投在相子上面 在暗房裡面 你可以這樣去 去碰它 去用它 這個已經是台灣現在 剩下少數最完整最大的 膠絕暗房 就我自己生存的年代來講 就我對研究攝影師的角度來看 沒有什麼對跟錯 這有點像 我們現在保存古蹟一樣 文献一樣 我會想保存這些東西 因為它 是一個共同的機器 但要保存到什麼程度 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 你不能用任何新的科技 把一個東西 把舊的東西全部把它毀掉 想要做是個時代的見證者 明知道這個事情不能做 它做的沒什麼好處 你會去做 因為你覺得是對的 你喜歡 喜歡